三军主将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最重要的就是朗靖 你被仇恨蒙蔽了心志 确实不适合 做马家军的主将 恕摘兴直言 连日来 靖王不愿意见我 更不愿意与我商讨战事 摘兴无计可施 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才会 违背靖王之令 擅自觐见公主殿下 近日 待马家军操练完毕 摘兴定会亲自向靖王请罪 马靖 在 送靖王 大胆 这只向本王下诸可令 马家军重将士听令 继续操练 马家军将令在此 停止操练 马家军将令为何在你手上 马家军将令为何在你手上 你有何居心 难道你是想骗我 懂我马家军军权吗 郡主 你误会世子了 那令牌是我给他的 你将将令交给一个外人 是想喷变吗 我 来人呢 把马爷汉给我带下去 追法处置 你们都听不懂本军处的命令吗 给我带下去 把马爷汉给我带下去 把马爷汉给我带下去 追法处置 快 坚冲 郡主 你干什么 郡主 你放我下来 坚冲 你放我下来 坚冲 放我下来 坚冲 你给我干什么 你把我放下来 坚冲 你 你放我下来 你干什么 你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郡主 你放我 你 你怎么把郡主给扔水里了 郡主 学刀不学刀 郡主 亲手你太过分了 马摘兴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全副性子只剩下对坡王的仇恨 变得敌我不分 是非不明 你还是我认识的马家兴吗 马参军之所以会把令牌给我 是因为在交换人质的前一天晚上 他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 他是怕在营救你的时候丧生 所以让我一定要保护好你 一定要把你爹的令牌 交在你的手上 那个 李将军在把你救出来之后 就要把令牌还与末将 但是末将觉得还是由他亲自教育郡主比较好 因为此次行动 他是最大的功臣了 而且兄弟们也信得过他 那你为何 只是不还给我 因为你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复仇 我是怕你看见你爹的令牌 会增加你的仇恨 所以我便想缓和几日 等你冷静下来 再还给你 还有郡主 刚才兄弟们在喝酒作乐 那都是王世子送来的酒菜 末将也不敢不接 考虑到兄弟们 这两天实在是太辛苦了 末将就让他们休息片刻 让郡主误会 都是末将的错 你合作之友 都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起你们 对不起 马家军 摘星 有时候太恨一个人 会忘记对自己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忙着恨伯王 折磨自己的身体 还有不相信身边的人 扪心自问 值得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目中目人自以为是 连对我忠心耿耿的马家军 我都心存怀疑 季王说得对 我根本就不适合率领马家军 我心目当中的马摘星 不仅存毁过人 有着一颗宽厚的心 更有着不输男儿的气魂和勇气 只要不被仇恨所左右 仰静一对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率领好马家军的 好 记者 这个令牌 不是你复仇的工具 而是你爹给你的勇气 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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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你 那是你 完全是你 为了 改心 是你 算是你 岳鼎 用重力 要在你 我 考虑 以后 我们马家军 永远忠于马郡主 忠诚之心 天地可见 不报马家之仇 势不为人 你们 你们真是让我羞愧得 无敌自容了 郡主 不过郡主 我说啊 刚才你要砍了老马 这确实有点过分了 不过更过分的是你 就是 你竟然把我们家郡主 直接扔到水里 我 你真是 太过分了 占星 我也是于心不忍 但是为了你好 我只有忍痛了 你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等一下 你想干什么 将令在此 命你二人立刻将几手 烟日水里 是 马占星 你喊大哥 上 你要干什么 下水了 山星 你 马占星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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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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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